高以祥录制综艺节目《追我》把过程中意外猝死的事件发生后 在大家都为他感到痛惜之余 舆论的走向却让我感到挺吃惊的 一位自称是现场目击者的微博网友法常文 其中提到如果是按黄金四分钟来算及时救治时间的话 那是绝对没有的 在澎湃新闻的采访里 另一位目击者说 医护人员赶到高以祥身边是五六分钟 而且提到可能大家都觉得是剧本 事件的焦点落在高以祥是否得到及时救治 节目组的安全保障是否到位上面 并督促电视台对此给出解释 这都非常合理 且必要 曾与高以祥合作过的徐珍发了一篇微博 首先一定要自己爱护自己千万不要拼命 并点名节目组安全防范意识也太差了 绝对要负责任 之后 几位明星艺人开始在微博上发出倡议海报 工作不超过12小时 重返片场之间不少于12小时 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 拒绝疲劳工作 袁洪说 从我入行到现在16年 目前也只是部分演员 能与剧组或节目组签约 12或14小时工作时间 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没有保障 张雨起的微博透露 艺人工作环境里还存在着假权污染 各种不合理意想天开的危险拍摄方案等因素 杨天真的微博文章有点太长 我划各重点 行业要有法可依 有标准可依 尊重专业 才会有安全感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些提出倡议的人 都被骂了 而这篇回应 再次被骂了 而且骂得更热祸朝天了 让我们先抛开所有阴谋论 来讨论一下 明星艺人在这个时候倡议拒绝疲劳工作 错了吗 先不管高以祥再参加追我吧录制之前是不是高强度工作 光是追我吧这个节目就已经让人非常疲劳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当主打都市夜跑的户外竞技真人秀 参与的艺人要进行各种高强度 高难度的竞技 此前参与录制的嘉宾如邹世民 李小鹏 陈伟霆等 都曾经表示强度过大 令身体不适 邹世民掉进海洋球里 大喊我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 其实 国内综艺节目录制时间过长已经成为常态 追我吧只是一个典型代表 因为主打都市夜跑 节目都在夜间开始录制 陈伟霆在之前的采访中就透露过经常要录到早上六七点 基本就是通宵的节奏了 除了追问高以翔倒下之后就置是否及时 我们是不是也要追问如此高强度的节目设置 是否合理 这时候明星们提出拒绝疲劳工作的倡议 是模糊焦点吗 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 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胡慧认为 该倡议提出的诉求已经是非常低的要求 国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已经规定了雇员的工作时间 每天不能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4小时 艺人与节目组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派遣关系 节目组应该遵守劳动法 但最近流出疑似浙江卫视同类节目与艺人签订的合同上 并没有列明工作时间 反而有一条条款 节目竟也存在激烈竞争之情形 可能会给乙方艺人造成生理 心理负担 乙方艺人对此要有充分认知 完全自愿参加并完全愿意承担 由此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 胡慧认为 在艺人与节目方签署合同时 应该列明艺人的工作时长和报酬方式 相关部门也可以考虑介入 规范合同模板 才可以对演员形成基本的保障 而网上还有一种声音 哪个行业不累呢 消防员 警察 医护人员 程序员 还有外来务工者都很累 而且赚得还没明星多 说的没错 但是有一点值得关注 明星艺人和影视行业的累 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行业野蛮生长 缺少规范而导致的 如果综艺节目的设置能更人性化而不是一味注重节目效果 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呢 其实 演员之类不过是冰山一角 海平面之下 是永远在爆肝的导演 编剧 编导 后期工作人员 正如袁洪在微博里说 其实除了演员 有时候工作人员更辛苦 高关注度的艺人群体 将行业乱象撕开一个口子暴露给大众看 并没有错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 艺人拿着丰厚的收入 就应该识得闲于底的渴 承担高风险也是理所应当 赚得多 似乎成为明星艺人群体的原罪 在袁洪的微博底下 有不少人都在呼吁明星降薪 明星薪酬合不合理 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只是 高收入和高风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敬业不等于要用生命来承担 很多人认为 明星有名气 有粉丝 应该是很有话事权的群体 有网友就说 不想辛苦就可以不做 别赚那么多钱啊 但实际上 大部分艺人在整个影视行业的链条里 面对大平台 面对资方 他们的溢价能力并不高 尤其是随着影视行业泡沫的消退 明星也面临攻大鱼球的状况 恰恰就在几天前 袁洪谈到自己为什么要上综艺 现在整个环境就是这样 你做艺人 如果没有圈里人说起来都觉得角色必须是他眼 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 你就要有一定的曝光量 上综艺 就是为了曝光量 然后才有机会接演角色 明星面对的竞争压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当你站上了滚轮 就只能奋力奔跑 呼吁关注行业乱象和演绎生态 与调查事件 追究责任并不矛盾 高尹祥用生命做了代价 是否应该让我们有更多反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